判太重 我覺得這判太輕了吧 重點是他老婆是共同的重傷害罪罪犯 為什麼他沒有判刑 他只有判到傷害罪 這我沒辦法理解 沒辦法接受這個事情 我覺得真的讓我覺得非常不高興 連絡他連道歉都沒有 這家伙他連回憶都沒有 聽到判決 綽號深海嚴往的柔道高手 王玉玲無法接受 至於朱雪璋 一早空手道館外的旗幟 已經悄悄拔下來 沒有到場聽判決 也不接電話 跟當初砍人的囂張氣焰相比低調不少 去年二月朱雪璋跟王玉玲約好比武 卻只是弟子在道館四周把風 並且找來黑衣人持棍棒攻擊 還持刀砍傷對方絞筋 擺明就是請君入瓮 一審結果出爐 朱雪璋被依重傷害罪 判刑六年徒刑 老婆吳佩華也被認定 傷害幫助犯遭判判刑五個月得一顆罰金 朱雪璋還有里長身份 根據地方制度法 只要一審被判死刑無期徒刑 或是最輕五年以上徒刑就得停職 如果是訴訟期間遭到羈押或通緝 也一樣 之前擠壓期間朱雪璋已經被暫停里長職務 這次被判重罪 里長職位幾乎不保 但全案還可再上訴 到晚比武變成鬥歐砍人 看在里民眼裡恐怕是不良示範 記者陳出群 江溫仙 台北報導